强哥为要账而来 作为歌坛室最权威的手载员 就连周长见了他都得给他三分面的 可今天却有一个小咖喽敢欠钱不还 不仅如此 这个小B仔子还仗着人多 骂强哥是个色懒 强哥在委层间冷静了一下 不是他怂了 他怕自己一出手把这班人全部打死 但今天这个小B仔子触碰了强哥的底线 他最恨别人骂的是色懒了 强哥带着杀气走了回来 给你两个选择 A是你主动把戒指交给我 B是我揍你呀一顿 你再主动交给我 强哥哭吃就是一炮的 刚才骂谁色懒吗 举起小咖喽喀巴向地板上 小咖喽走得很安详 此时两个超大快点站了起来 哎我去是吗挺大 但没有用 强哥连恐龙都揍过 抓住胳膊啪啪两个大的袜子 哭吃一脚小咖喽腿舌了 骂我色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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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强皮都给干掉了 没出三分钟 所有小咖喽隐恨西北 那见钱的小咖喽还想跑 直接小李飞刀干倒在地 强哥缓缓走上前去 耗下了那枚冠军戒指 晚上强哥来到了老板老崔的家中 打算辞职 原来强哥早已厌倦 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 他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开一家麻辣烫店 但苦于资金总是不够 老崔交给强哥最后一个任务 只要把自己那不省心的 大儿子小崔抓回来 就给强哥开一家麻辣烫店 为了自己的麻辣烫事业 强哥来到了巴西一处原始森林 在一间酒吧里 强哥找到了小崔 并同样给了他两个选择 A是你主动跟我回去 B是我揍你阿姨顿 然后你再主动跟我回去 选吧哥们 I'll take option C 嗯 哪他没有C 哎呀小皮打额出击我 强哥哭指一脚就给小崔崔躺下了 小手扣直接扣上 但还没走出去 当地最权威的地头蛇 哈士兄弟就拦住了强哥的去路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哭指一炮子枪直接塞进小卡拉嘴里 哇 面对当地最呐的黑帮团伙 强哥是一点不慌 来小皮带子 看看谁行谁不行 强哥一个起叫哭指一脚 我就问你服不服 跟我玩这头 不好使 这时一个手拿皮边的小卡拉似乎很娟威 他那一对小眼镜死死地盯着强哥 他一边的汇出 强哥稳稳接住 看来子弟不宜久留 强哥一脚把小崔送了出去 哎呦我去确实挺威威 拜拜吧您呐 两人开车逃了出去 但小崔却告诉强哥 你死定了哥们 这里的每一条路 就连你呼吸的空气都属于哈士兄弟 原来这里叫做黄金城 城中有座巨大的金矿 老哈的团伙控制着这里的一切 并奴役了这里所有的居民 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替他妈挖金子 小崔告诉强哥 老哈之所以找他 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价值连城的金佛线索 他提议强哥和他一起寻找金佛 但强哥不畏所动 一心只想回家开麻辣烫店 小崔一看没招了 这哥们是油盐不尽呢 两人从山腰一直咕噜到了山底 滚了三万来圈后 叭唧摔尽了一个狐狸 万幸呢 没死 他们又从丛林里你追我赶 小崔跑不动了 决定又单挑强哥 给强哥都等无语了 不是你咋想的呀哥们 没脑子吗 还单挑不拉 没想到小崔还是不服 这回他要使出佛山无鹰角 来对付强哥 哎呦这小子太他妈黏牙了 这时强哥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哎 什么事儿 看到眼前的一幕小崔立马扬门了起来 小色懒你又有今天 黑哥哥 黑哥 可可加 强哥被他气得压根都疼 就在小崔想走时 只听咔叭一声 呱 强哥上去就是一个大嘴爸 就在两人被吊着的同时 老哈已经带领人马 进入了丛林寻找他们 而此时 一群不明生物 手持机关枪 发现了强哥二人 天空好像飘来什么东西 今天 这个外号武大郎的小伙 要挑战身状如牛的强哥 万万没想到 小伙的腿法嘎嘎全微 给强哥踢的是五米散道 瞬间打出一套组合拳 一万篮圈后 哭吃一炮吧 还有一炮吧 完了强哥迷糊了 他们开始把强哥当球踢 一个大铲 强哥飞出三万雷米 这时 两个不明生物 从天而降 抓住了强哥的小腿 在惯例的作用下 强哥差点飞出地球 哎呀妈呀 看着都疼 强哥呸唧落地 小伙开始笑纳 胜利的掌声 本以为锁定了胜局 万万没想到 强哥却站了起来 飞起给小卡拉 手下扔了出去 抓住小卡拉小腿 你给我滚一边拉去 你还要上画面吗 扣吃一炮吧 还有一炮吧 小卡拉想捡起斧子 你给我洗那 小伙掏出匕首 要挡强哥 此时他已经方寸大乱 强哥一个小腿瓣 直接结束战斗 这时一声枪响传来 来人正是这群生物的首领小美 原来他们是专门反抗哈士兄弟的反抗军 晚上小美请强哥两人吃了的大餐 小伙认为强哥是个人物 把自己最珍贵的项链送给了强哥 两人因此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但刚刚建立的友谊 却被哈士兄弟所打破 没出半个小时 哈士兄弟的供应兵团 把小美的反抗军全部捕死了 小伙为了掩护强哥三人 当场牺牲在老哈的墙下 小美决定去寻找金河 换武器对抗哈士兄弟 他让小翠带路 否则就给他一缩子 给小翠都吓尿了 一路的跋山涉水 小美和强哥两人产生了好感 终于三人冒着生命危险拿到了金河 分别时 小美外二人准备了丛林里最好吃的快乐果 哎 这果子怎么这么好吃呢 哎 你咋不吃呢 老妈 没过一会儿 小翠和强哥就开始迷糊了 眼前的所有事物开始扭曲 一分钟后 俩人呱唧倒在了地上 原来这种果子会暂时麻痹人的综书神经 临走时 小美为强哥指明了机场的方向 并嘴儿了强哥一下 当两人步行赶到机场时才听说 小美和金河都落在了老哈的手中 强哥犹豫了 我是去救呢 还是去救呢 还是去救呢 就在老哈要对小美动手时 监控室传来了消息 一号炮楼子有不明声音物出现 老哈一看正是强哥 强哥同样给老哈两个选择 A是你主动放了小美 必是你挨顿胖揍 再主动放了小美 就在老哈全程搜捕强哥两人时 强哥的飞行员出现在了老哈大本营的门口 并口口声声骂老哈是个色懒 这小子是真没挨过黑社会毒打呀 此时飞行员吹响了音乐 大地开始颤抖 所有的人被眼前的一目惊呆 一万来头猛牛全速前进冲进了老哈的大本营 顿时是房屋倒塌 人殃麻烦是片甲不留 强哥手持两把大盆子 霸气登场 短短几分钟后 小喀拉是死的死 伤的伤 老哈一看势头不对 赶忙派人转移金服和小美 此时小崔巧遇了一个小喀拉 他又使出了他的绝技 这招对付强哥不好使 但对付小喀拉是挫挫有余 另一边 强哥迈着矫健的步伐 连子弹都不带躲的 哭吃一枪 哭吃又一枪 最后强哥双过七发 对准了优箱 哭吃一下 所有小喀拉隐恨西北 但老哈的三个兄弟 五栋皮边包围了强哥 他们拿大鞭子给强哥一顿抽 强哥对付鞭子有点不太适应 吃了点小堆 招准机会 一个零攻飞起 哎呀没好使 再次调整心态 哭吃一脚 强哥小喀拉手将 哭吃又一脚 两个小喀拉隐恨西北 强哥被一鞭子锁喉 一使劲强哥原地搬滚三万来圈 顺势就是一炮吧 小喀拉还想单挑强哥 那不是存存的找死吗 哭吃一脚 小喀拉走得很安详 还剩一个小喀拉准备偷袭强哥 只听一声强响 强哥稳稳接住大局 正是好哥们小崔来帮忙 现在只剩下了老哈一人 所有的村民在强哥的助攻下 终于手持武器走了出来 不知道是谁 哭哭两枪 老哈当场嗝屁 最后小崔把神像交给了小美 因为他属于这里的每一个人民 故事的结尾 强哥按照承诺把小崔送回了家中 但强哥却请老崔等人 吃了一种进口水果 他的名字叫做快乐果 至此本片结束 散会散会 不见了吗 对的事 但我也要做了一个人